大家好 我是提普老师 每年的学册都有好多同学在问提普老师说 老师啊 怎么准备学册 那提普老师呢 听到大家的声音呢 从我们以前从幼稚园 国小 国中念英文 以及念到高中 要跨进大学这个门槛的时候 就要经过学册或者是指考 那提普书呢 从以前我们在国小的时候念2000单字 初期点了2000单字 一直到4500单字的大考提普书 一直到学册 学册必须念到这一本学册也指考的单字提普书 虽然大考中心说 你只要3500 4000或4500 老师要告诉各位同学 听提普老师一句话 如果你要到前标顶标的话 建议你把这个学册单字提普书 把这一本念到7000单念完 提普书都有共同的特性 它从简单到难 而且把相似字相反字 还一母娘的单字都放在一起 让同学在背单字的时候 你会试白和背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本书的第14个 第一个单字 Aquire 学的 第二个单字require 它的附属单字requirement 它是叫MNT 这必要条件临时一起背 第三个单字request 因为它有要求 同样叫要求 那名词跟动词 所以这些都放在一起 好 这第14个单字来 我们来看看它怎么用 我们来看看107年的学测第二题 它就讲到说 So writing term papers and giving overall reports are typical courses for college students 这个写这个学期报告跟口头报告 是典型的课程 什么 对大学生 来看 A Requirements B Techniques C Situations B Do Prince 好 这一集答案呢 就是Requirements 写这个学期作业 还有点口头报告呢 是典型的课程的基本要求 我们这一集答案呢 就在我们第14回 第2个的单字的附属单字就出现了 所以啊 同学们把这个学测 指考提普书的这本备好 那你的学测呢 就可能达到点顶标或者简标哦 好 提普老师再次祝福各位同学加油 这一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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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